当地时间3月30号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布消息称 一名华尔街日报记者 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在叶卡捷琳堡被捕 据了解 这名记者名叫埃文·格尔什科维奇 被指控在美国政府指示下 在俄罗斯收集一家军工企业的信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称 美国政府对美国公民被捕一事 深感关切